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722集 求生的力量 在光木外,其原力凝聚,立刻便化作一只大手,横扫之下,顿时光木千丈内外的所有裂缝全部碎裂,相互迅速自两头呈环形蔓延,如同一条不可跨过的护城河一般,眼看就要彻底的连接在一起。 一旦连接,那么此地没有任何人可以跨过那包围了光木的千丈环形裂缝 滚 与此同时啊,冰冷的神念回荡天地,透出无情的冷漠 王林眼中寒芒一声,全身原力运转,融入碎片内 他深吸口气,漠然间双目爆出金光,百丈碎片之素突然被增,好似与这天地融合 刹那间呢,这百丈碎片疯狂地冲出,一切阻挡在前的裂缝,统统直接撞去 在碎片后的众多修士,此刻也是咬牙,纷纷不顾一切的冲去 此刻,前方就是生机,进去了,克生,进不去,必死 碎片大陆之素,几乎化作残疑,横冲直撞之际,更是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仿若一道百丈流星在那光木外,裂缝,彼此相互连接的一刹那 直接冲入其内,亡灵更是站起身子,右手一拍处带,先剑在手,抬起后向下斩去 这一斩并非是一刀,而是在一刹那,亡灵斩下了九刺 九道斩罗绝融合为一,形成一道难以想象的斩灭规则之剑 带着一片乌芒,直接落在了碎片前方,已然连接在一起的裂缝上 哄 即便是裂缝连接,在这一刻,在斩罗绝的强势下,仍然一顿 从其边缘立刻撕破,疯狂的蔓延,几乎刹那间呢 原本相互连接的环形裂缝,居然被生生的打开了一个缺口 斩罗绝之危仍在,斩断了裂缝之后,更是直接进入了其内 砰的一声,落在了那光幕上,立即便有大片的波纹出现 顺着光幕蔓延,一时之间呢,其内的一切都变得扭曲起来 与此同时,百丈碎片更是直接冲进 带着万钧之势,如同真正的流星,紧随斩罗绝之后,轰然的撞在了光幕 一声惊天动地,使得四周细小裂缝崩溃的巨大声响,漠然间回答 这声音太过惊人,即便是光幕内的雷仙殿使者,此刻也纷纷侧目看了 尤其是战空里,一眼看到了亡灵之后,脸上立刻露出兴奋 巨响过后,阵阵咔咔之声荡体,在光幕上立刻出现了大片的军力,不断地蔓延 同时,那些之前跟在百丈碎片外紧追不舍地修饰,此刻也全部顺着缺口肥肉 王林眼中露出寒芒,操控百丈碎片,向后退出树杖 在碎片上,众多修饰的凝视中,瞬间增速,轰隆一声巨响,再次撞向光幕 那光幕上的碎裂更多,几乎密密麻麻,连成一大片 膝上的光泽也瞬间暗淡下来 这一幕太快,只是短短的数息时间 此刻光幕内,其中一个雷仙殿使者,面色阴沉 全身雷光游走,直接从光幕内踏出 好大的胆子,敢闯入雷仙殿境地 这全身雷光游走之人,刚一走出,没等王林出手 碎片大陆之上的人,便立刻有数人飞出 施展神通,与其疯狂一战 前辈,莫要理会此人,我等便可收拾 那些与这雷仙殿使者交战之人,其中之一 立刻大声说道,王林略一点头,百丈碎片再次退后 这一次,他酝酿了石膝 不仅是他,就连碎片上的其他修士,甚至四周之前紧随之后的所有修士 此刻,此刻纷纷飞起,环绕碎片边,将手按在旗上 每一个人都施展出了自己最大的神通之力,彼此相互融合在一起 在王林的原力牵引下,带着一阵刺耳的奸笑 漠然间冲出,集无数人之力,在这百丈碎片的前方啊,形成了一个尖端 在轰隆隆的巨响,忽然出现的刹那 整个百丈碎片,直接撞在了光幕上 砰的一声啊,那光幕终于崩溃 无数的光幕碎片在暴风中倒卷 百丈碎片更是直接穿透,进去了一大半 四周的修士立刻冲入极内 一时之间呢,这千丈大小的传颂阵锁在碎片上 尽是一个个疯狂求生的修士 有一种信念,彼此一切力量都要强大 有一种挣扎,是世间一切屏障都无法阻挡 这信念叫做求生 这挣扎称为生存 之前百丈碎片的吉尺 这些修士过得了求生的希望 此刻冲入却是为了生存挣扎 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 在这一瞬间呢,要么生,要么死 求生的信念,生存的挣扎 使得这些在光幕破碎的刹那冲入其内的修士 一个个疯狂起来 问鼎修士,敢于向阳石境界之人怒施 敢主动出手,仿佛忘记了之间那不可跨越的差距 忘记了若是在外界,亦或者是仙界没有崩溃前 自己将是如何的卑躬屈膝,如何的恭敬 这一切在求生的面前全部崩溃 全部瓦解 若是一个问鼎修士如此,不足为道 但若是十个,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 那就不是不足为道,而是一股可怕的可以让阳石修士心惊的力量 尽管对于阳石修士来说 屠杀这上百个问鼎修士并不难 但这力量是气势 面对众多修士那如虹的气势 此地传送正外 那七个雷仙殿使者纷纷面色大变 尤其是在那上百个疯狂的问鼎修士之中 还有数个红了眼的阴墟修士 他们的实力远非问鼎修士可比 此刻疯狂起来在带动下极为惊人 若说这些仍然还只是让雷仙殿使者色变 那么在这上百个修士中 还有两个阳石修士 这二人隐藏得极深 此刻在冲入光幕后 立刻爆发出修为 他们的出现在雷仙殿使者看来已然心惊 但与这些相比 真正让这几个雷仙殿使者倒吸口气的 则是亡灵 同样是阳石修为 但在亡灵身上 这几个雷仙殿使者 却是可以感受到一股浓郁的煞气 这煞气显然是屠杀了众多 同阶之人后形成的 尤其四周的那些疯狂的修士 他们即便是在此刻 在看向亡灵的目光中 仍然都透着镜 这种目光来自问底 来自阴虚 甚至那两个阳石修士也均都如此 这一幕让此地阵法外的七个雷仙殿使者 心神俱阵 杀 冲入进来的修士中 有人发出一声大吼 仿佛瞬间点燃了甜点 所有的修士一冲而出 杀杀杀杀 无数神通纵横 无数法宝弥漫 这千丈大小的传颂阵 所在碎片 在这一刻 被法宝之光 被神通之药 彻底的覆盖 疯狂的攻击 一种失控的状态爆发 一个问鼎修士 操控上百飞剑 脸露争鸣 毫不犹豫地 冲向一个雷仙殿使者 意志之下 顿时飞剑呼啸 带着尖锐之声 直奔那雷仙殿使者而去 在他的身旁 还有十四五个问鼎修士 彼此双目通红 展开神通 疯狂的攻击 另一边 在一个殷虚修士的带头下 其身后跟着六七个问鼎修士 如同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道灵力的攻击 直奔前方的雷仙殿使者而去 再一边 两个杨石修士散开 各自对上一个雷仙殿使者 不假思索地施展出了元力神通 在他们的身后 十多个问鼎修士助阵 法宝神通如同雨水一般疯狂地宣息而出 西子凤在两个殷虚修士的带领下 与一众问鼎修士直奔另一个雷仙殿使者而去 灵力的法宝之威 可怕的神通之法 在这一刻轰然而出 余下的修士更是分成两部分 直奔最后两个阵法外的雷仙殿使者冲击 那惨烈的气势如虹的杀鸡 仿佛形成了一场风暴 求生的风暴 这一刻没有人去在意所面对之人的身份 是雷仙殿使者 这一刻管你是什么人 即便是雷仙殿使者又如何 雷仙殿使者的威严 在挣扎中求生的众人面前 此刻什么都不是 没有半点作用 足我求生便要杀 仙党杀仙 魔党杀魔 所有的修士好像都疯癫了一半 一个雷仙殿使者一指之下 便按在了冲杀而来的问鼎修士眉心 这修士立刻身子一颤 肉身崩溃 原神立刻消散 只是在其死前的一瞬间 他仍然冲出 一口咬在了那雷仙殿使者的手臂上 双目的鸿芒 使得那雷仙殿使者 不由的心神俱正 尽管那咬来的只是一个崩溃中的头颅 旁边 另一个雷仙殿使者 双手掐绝之下 全身原力运转 猛的向外移放 以这种最简单的原力运用之法 形成了大片的崩溃 刹那间 其身体外的众多修士全部口喷鲜血 身子萎靡之下 但却没有任何人后退 挣扎着继续冲出 甚至还有一些在崩溃中重伤的修士 索性在接近后 毅然自爆 形成轰隆隆的巨响 回荡天地 惨烈 一声声杀的呐喊 相互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声声大浪 呼啸之际纵横天地 在这一刻 这个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惊人 那一声声求生的杀机 仿佛化作了实质 融入了每一个修士的心中 如同信念完完整整的爆发 这一幕幕啊 震惊的不仅是雷仙殿使者 还有王林 王林深吸口气 此刻的他 心中也有一股心力 踏步间一冲而出 其身影如电 冲出之际 一步便来到了一个雷仙殿使者身旁 右手双指成剑 开启之下 斩罗爵一闪而出 王林的出手 使得此地修士 立刻迸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气势 这气势越来越高 到了最后啊 几乎达到了巅峰 在一声声杀机的怒吼中 仿佛大海之浪 极为惊人 斩罗爵一闪 直接落下 那阳石境界的雷仙殿使者 面色顺便 毫不犹豫地倒退 双手掐绝之下 立刻无数雷球 在其身前凝聚 迅速地向着王林飞去 阵阵砰砰的雷鸣之声回荡 带着磅礴的原力 直奔王林 正是 这些雷球在飞去的刹那 却是迎面撞上了 斩罗爵之威 刹那间便一一崩溃 王林眼中寒芒闪烁 身子向前一脉 那雷仙殿使者再次后退 张口喷出一片灰雾 这雾气刚一出现了 便立刻挂作一只大手 狠狠地向着追来的王林抓去 但 就在这一茬啊 只见不远处一道雷光啊 一笔闪电还要快上树筹的速度 一闪而来 在那雷仙殿使者刚刚喷出雾气的刹那 直接 临近其身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殿作者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